没有办法放上行 好 艺人川下面首先来看的是国民党立委邱毅的爆料 说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到现在都还在领事8%优惠 民进党发言人代替蔡英文秀出了账户当中这个纸付款的清单 这是一个纸付款的清单 强调蔡主席在今年的1月18号就已经把账户给结算了 民进党向邱毅报假料 说如果以后邱毅再讲一次就告一次 定期性存款中途解约登录单 那这个日期是我们今天刚刚去跟台湾力量调出来的资料 是在5月17号 那里面就特别提到说总共的金额是410万相关的金额 在1月18号这一天就已经将相关的账户做一个结签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解约单里面这个已经是相当清楚的一份证据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邱毅委员不应该躲在言论免责权底下做这种不实抹黑的动作 该部的法律责任我们会来严正的来追究邱毅委员的法律责任 那我在这边还是要证据这个邱毅委员 只要有不实的抹黑一次我们就告一次 这个不管是在他在国外密账里面牵扯这种抹黑不实的这种说法 只要讲一次我们就告一次 所以报告毅邦是主席的意思吗 我想这个部分我代表党来表示我们党的一些看法 我们也认为说这种选举越接近 大马政府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绩不佳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种乌贼战抹黑战的 好那么民进党班人特别强调邱毅这根本就是一个乌贼战抹黑战 说明明已经只负了但他就是要报假料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如果邱毅再讲一次 没讲一次他们民进党就告邱毅一次 而选在520的前三天行政院长